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出生于山东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在种彩花鸟画上大胆创新 形成了山水画与花鸟画相交融的大花鸟画风 呈现出了蓬勃浓郁的山野之气 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数十年 培养了研究生博士生数十位 为我国花鸟画人才队伍建设和蓬勃发展 贡献了力量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本期嘉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郭怡从先生 掌声欢迎 欢迎您 郭先生 你好 欢迎做个大师列转 你好 同学们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特别留意到今天您是穿了一件橘黄色非常明亮的毛衣 这是不是和您喜欢明亮的色彩有关啊 我是喜欢颜色 这可能有天生的一面 刚会说话 就是我母亲带着我到北京来 回家以后呢 就问我 你到北京看着什么好看呢 我就说两次 红墙 红墙 北京故宫那个红墙 对色彩非常的敏感 对色彩就特别敏感 2019年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培根祝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人美术作品展 当时您的作品也参展了 有一件叫在水一方 能跟我们说说这件作品的利益和它的魅力吗 这张作品呢 基本上代表了我最近这几年我的一种艺术追求 歌颂生命 歌颂生机 在水的那一边我看过去 盛长着荷花和蒲苇 鲜架桑桑 白露未双 所谓一人再是一方 能不能用我的作品来反映出中国的诗情对自然的现代的朗诏 从星象阳光的小画家到成为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 并同时担任中国画学会创会会长等重要职务 一路走来 他为我国花鸟画的创新传承与发展都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他的艺术之路又是如何开启的 来看下一个短片 1940年 郭怡从出生于山东省维县 也就是如今的维方氏 他的祖上是当地有数百年文脉传承的大家族 父亲郭卫曲 曾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后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谷物陈列所 沿袭中国画 母亲陈军琪 是收藏家陈介琪的后人 在父母的熏陶下 郭怡从从小就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 十岁的郭怡从抱着父亲的一大捆书画作品 陪同父亲 拜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先生 徐先生看完父亲的作品后 承散不已 亲自聘请郭卫曲 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那段时间 郭怡从跟随父亲进京读书 有幸能够欣赏到黄斌红赠送给父亲的画作 齐白石还为父亲提写了唐号 知与唐 常年的耳濡目染 让郭怡从小小年纪就迷上了绘画 郭先生家学深厚 而且您的父亲又对建藏颇有研究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在您的家藏当中有哪些 对自己影响特别深远的作品 我想还是从郑板桥的作品说起 因为当年的时候 郑板桥和我们祖上的关系 特别特别的密切 他给我们家画的画很多 这本书里边 是在国瑜区纪念 这里边就非常清楚地记载了 郑板桥那几幅画 他有一幅画 他说蓝莓竹菊四名家 丹扫春风第一花 基于东京主子弟 好讲文士多天霸 确实是希望那个子弟 在文化方面能够多天霸 鼓励我们后进 不但对我父亲的影响 对我们后任子女 也是很有影响的 您的书画启蒙老师是谁啊 启蒙老师是 第一副先生 老师画水彩 我也画水彩 那时候早上起来 五六点钟 天安刚亮的时候 老师把画架子 就支在古楼大街了 当时我们学校那周围 石沙海 北海 那些我们都画变了 那当时是学水彩 怎么后来又转向画 国画了呢 原来认为中国画 好像是比较陈旧 忽然就是有一次 我呢是初中二年级 十一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放飞 那个和平鸽子 当时的和平鸽子呢 训练完了以后呢 就头一天晚上抱回家去 抱回家去都是拿一个什么 拿红厨子 绿厨子 黄厨子 把他抱着 怕他肺了嘛 我抱回家去 把两只鸽子就放在这个 我父亲的画案上了 我就早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一看 我父亲画张画 特别生动 而且画了一个鞭炮 提着名字也叫和平之声 我就想这个花鸟画 也真能够反映时代 表现一些重大的题材 确实他有他的特有的功能 后来郭怡从先生进入到了美术系认真的学习 那么对于他的绘画风格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短片 1959年 郭怡从考取了北京艺术学院 李瑞年 余志珍 白雪池 高冠华 吴冠忠等名师 云集于此 于是 他博彩重厂 吸收着前辈大师的艺术精华 大学期间 郭怡从经常去公园写生 他发现 圆尾花开花时 紫色的花朵 呈现出的高贵气质非常动人 于是 使用勾边甜色的技法 创作了一幅作品 山泉 1961年 郭怡从带着这幅作品 与父亲郭卫渠一起 参加北京的一次重要画展 当时 北京日报 曾发表文章点评 郭卫渠 郭怡从父子 同台展出 特别是郭怡从化的渊伟化 生机勃勃 大有初篮之感 如此高的评价 让郭怡从 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年后 他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任教 他兢兢业业 克尽职守 生活和事业都发展顺利 然而在1971年 一个噩耗传来 63岁的父亲 在山东围方老家 去世了 郭卫渠先生 63岁就过早地离世了 我想父亲的离开 对您当时的打击 应该挺大的吧 是 我父亲回到故乡的那两年 他还是想完成 他的教学 他带着重病 写了这一本 写一画鸟画 创作基法十六奖 毛笔 亲子 抄的 我哥哥跟我一块 所以一点点去查 一点点去整理 通过这本书 我成长了 我从那时候下定决心 还是要把画鸟画 继承下来 我这62年到中学 二三十岁最好的年华 北京107中 一直干了17年 那在那17年的 一线教学的积累当中 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 哇 我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了 有一次由于任务 画这个主题型创作的任务 调出来给我三个月 利用这个时间呢 我就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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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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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的积累 他在转发 那还会 但是 我发现 这句话 对 一个 人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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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决定再次深入生活 并数十次走进山野之中 由此开启了中国花鸟画新的创作方向 中国文人花鸟画呢 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像画梅兰竹菊 松石等等元素 但是郭先生呢 无论是瓷器上 宣纸上 我们看到您画的很多都是山野花卉 那么这些写生素材都是从何而来 都深入到最原始的 原生态的原始森林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海南岛的尖峰岭的时候 就爬着爬着的那个雪 就感觉这儿凉了 腿肚子凉了 后来一看那个飞马黄雪吸完了以后 啊 顺着一直溜到脚后跟 然后我先脱下来 呱呱打完了以后 那个它就退出来了 那您多次深入原始森林吗 我一开始我就扎到形容满纳 现在在形容满纳建立的那个中国的 带雨林艺术研究院 带着咱们研究办的同学 搞过一次巴士之旅 坐在巴士上 我巴士课堂 坐在巴士上 我讲了半个月的课 所以我是喜欢到最山野的地方去 挖掘植物的群落 那我特别想知道 您在多次热带雨林的写生当中 获得的最大的创作上的灵感是什么 创作灵感就是野气 野气 山野之气 生命之气 我坐在那个原始秘笛那边 上面那么密密麻麻的树 没有春夏秋冬 遮天蔽日了 外边呜呜的大风 里边纹丝不动 我坐在那 然后上面那个黄叶落叶飘下来 然后又掉到泥土里 然后再生长 我就感觉生命的这样一种循环 花不论贵贱 草不论枯荣 一样有自己的星座 一样星光灿烂 所以我还有一句话 大家都传得很 传得很多 就是你的野草是我的花园 也就是野草也是我的花园 这是我的绘画观 也是我的自然观 花鸟世界自然天成 先生用重彩在描绘着 他眼中的 他心中的那番花鸟世界 在创新之路上 经历了岁月的积淀之后 他又会有新的作品诞生 到底有哪些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OK 这边 有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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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西 西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米多 这个花了客厅将近两个月吧 我用了写交响曲的办法 画里边的什么技法我都想用上看 表现这个丰满 壮阔 阳光 富丽 有时代感 壮阔的气象 就万子千红总是圈的感觉 启公先生当时看了以后特别激动 特意做了诗 百花七放以清泉 万子千红背重炎 不带山中一叶雨 冲昭几处自尘天 喜看丹壁出身从 府一红开大陆风 太爷不光无限好 上林春色十分红 一只汉朝皇家有大典的时候 后边那个屏风 那个屏风应该是非常庄重的 在这么一个庄严的地方盛开着山野之风 大陆之风 屏风所呈现的那种殿堂感 也去和富贵就结合在一块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幅作品 这幅作品是春雷生生 但是我觉得所有人看到都会好奇 是啊 怎么会是红色的竹子 在来会上说 学生就问 这老师这竹子怎么画红的 我跟同学说什么 竹子有黑的吗 竹子怎么会有黑的呢 那画的不都是黑的吗 墨竹 是 为什么不能画红的呢 你看我这个春雷生生这个题词 竹铁而见真 有凌云之至 国人爱之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因为从古到京嘛 竹子是一种品格的象征 坚韧不拔 我们知道红色是每一个中国人心底 最坚定的信仰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 带我们欣赏了两幅大作 郭先生的画色彩浓郁 装饰风格极强 富有高贵的殿堂感 我们接下来就一部画案 请老师现场为我们作画 今天我就演示一下荷花 我这张画呢 就是前面画的芦苇 我是用的勾填的办法 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线 好 有推 有勾 这就是颤笔 颤笔就是战笔 像战斗一样 战斗的时候向敌人进军的时候 非常艰难的 非常用力的那种推进 我觉得特别妙 就是第一次听到画家 形容自己画画像行军打仗 你看这个白我把它沾满 然后这个红我去碰 一碰 不挑 挑完了就平了 直接上 拔住这个瓣的形 哪个瓣拢着的 哪个瓣放开的 这个点完之后 我觉得有种立体感了 好 来大家看看 这是老师说的 在正午时分盛开的一朵荷花 映日荷花别样红 好 掌声送给郭老师 谢谢郭先生的精彩解读 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的观众朋友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交流 讨论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机会 向您请教 郭老师您好 您的画作中使用了金粉和银粉 甚至有刀刮的痕迹 您在技法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独特的想法呢 我这次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带着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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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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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我们的掌声 在此谢谢您 做客大师烈传 谢谢大家 也让我们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相约下一期大师烈传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